她侧面是我很喜欢的那种侧面 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脸 包鼻子呗 那正面呢 你真的是 我突然想到她朋友圈的背面 很难不行 冷静 但是昨天到今天 我们就没有怎么讲过话了 希望你可以 放心地去表达 就是你的情绪都可以告诉我 没关系的 你不用自己一个人笑话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都可以 我们相当于今天做的这个事情 是为以后 见下的一个基调 就是大家 有这种不满的情绪 或者说有一些点的时候 知道是对方是因为什么 生气 或者说 生气以后 生气的人要怎么做 然后 哄的人要怎么做 以后出现的矛盾 会去怎么解决 我觉得这番讨论 还是很有价值的 因为吵架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经常有个困扰是什么 我都哄你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不好 是哄是有阶段的 就是如果你只停留在情绪的阶段 那是不够的 哄是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解决情绪 而是为了最终落实 解决那个问题 所以你不能只是皮毛的东西 你要跟我真实的去沟通 哄完了之后 我们是为了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但不是简化 它是为了通过沟通 让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所以我觉得这个 让有困扰的男士 比如说像老鱼这样的男孩 或者女孩 看到的时候 他会知道 原来人的情感需求 除了情绪这个东西 相信的那个人 要主动地说出你的诉求和需求 让对方明晰 对方也要主动地沟通 这个就最终哄或者不哄 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这是最坑洁 最重要的事情 这完全就是偶像剧情 我太爱这段了 这一段我被老实迷住 太迷人了 就是只要你开口 剩下的都有我解决法 什么时候都可以 他理解一个人的脆弱 然后愿意包容他 接受他 并且告诉他 我有勇气 去帮你克服这个 你交给我吧 我